報名 我是負責通訊 導致宿泊禮 宿泊禮 宿泊禮 當我從頭很簡單的結論 這個門在2、8、8 我們再黏一遍 兩百二十八個本經的經文 內時大通地形如來,受十方主犯天王 即十六王主清,即十三傳十二行法文 逐三文、土羅文、逐天、魔、煩 這個微細跟所不能轉 那麼現在這個時候說三傳十二行法 我們正式有跟我們講過這個四傳、寬傳和靜傳 四傳是指出是靠、出是接、出是滅、出是倒 那些前禮拜就說完了 那麼寬傳就是說 靠當地、接當傳 這個又變當情、倒當收 那麼這個正傳就說 我們本書寫起來沒有說的 寬傳是五一低、寬傳是五一短、寬傳是五一正 和寬傳是五一收 這個正傳就說這樣 但是現在接到這裡 這個就是頭前寬 寬傳就是反乎的贏格 寬傳就是因、寬傳就是格 寬傳就是寬傳就是寬傳的意思 寬傳就是意見解答的意思 但是這個又那個頭就是收 那麼頭就是因、寬傳就是因 所以那個頭裡面有給我們提起 八正就是重點這樣 那麼照說這個是優收優請 有收就會請 所以這個我們要接到這段 這段有時候就叫做素鐵之鐵 這個叫做優俗素鐵 優俗就是優收的素鐵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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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所以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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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受無情 無因無果的意思 無因無果 無受無情 這個叫做無俗數體 那是怎麼說的呢 如果是用犯夫來說是有俗數體 如果是用空性的心理來說 本來就無因果 本來就不用修這樣 那個叫做無俗數體 本來就無苦 無疾 無滅 無度 因為一切 本主立環 這樣想有嗎 空性理體裡面 本來沒有這麼隱隱各各 因為本主立環 所以那個叫做無俗數體 好 這段就用這樣補充就好 好 現在我們再來看 今天頭前這段是叫做三傳十二行雄 這個三傳十二行雄是叫做譚多講過這樣 現在下面這段就不一樣了 下面這段就叫做十二因緣法 好 行貴來 好 行貴來 所以這段叫做树性鐺 這段叫做十二因緣法 這個十二因緣法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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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北就是矮北 Whew北就是 US Mobile就是Sang Great Sang Great就是Ub.OO 現在這個讓我們要去收安排 有時候在犯行一個委訢就報了 響鐘 元 emperor 今次要煮一天 現在愛煮一天 要這去煮一天 现在我们再给他写几句,无名言行 这个应该不用操,不过内容 我现在要讲的,大家注意听这个 这个如果没注意听,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这个众生有后边的生流死了 但是这种十二元气对对来,就是当时这个世尊在金光州选得了所属位 就是这个十二元元法 所以这个十二元元法另外一个名叫十二元元 还有十二流传 这个名字,这个十二元元法 一名十二,十二兆生 十二兆生,就是当时那个生很坏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十二元元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十二流传门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十二流传门 这样 这样 在经典中下起来,是说有三个,四个名称 输个名称,这样 现在,四个名称 现在,四个名称 这就是一个小名称,中生有不断的生死主因 这样 生死的主要原因 哦,我们都没有改变,会生死主要原因 要注意这点哈 是什么原因,我们才会不会改变 那么这个无名,就是生死禄斗轮回的精致 人类因为有过去的无名 这个无名就说无名属利,不明显龙 所以较有受盛的精致 现在这句话 较有受盛的,这个无名的精致是怎么说的 这就是我们平常是结构那个夹食精致 安来压式的夹食精致 因为这个安来压式,本来我们就清正式 还有一个无数无名 这个文字叫做无数无名 就是说,我们人类自本性 原始就有弯别的这个均本无名 均本无名 所以这个文字是轮回生死的这个基本因素 均本无名 但是无数无名 但是无数无名以来,我们由这个均本无名 更继续作业 所以各个里面 全般就是这个基础无名 这个基础的无名 就是由均本无名 引起的 其他的这个夹精致 这个叫做基础无名 这个叫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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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础无名 好 先不要注意听 这个是个基础 要叫好 因为我们人的组成 剛才想空中金 空中的金 但是就還有那十節 但是要說佛道的究竟完完 就是佛道已經太過、經歷過 會入來中 所以就是出年入來 但是反覆受無名 夢別更在年入來 這個夢別更在年入來 你知道嗎? 這句話是說原始的這個問題 但是多久 無數來 不然不可以說多久 那麼不可以說多久 因為我們過去無名 比較有這個行為 有無名的這個行為 所以呢 比較會衝動 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出來 譬如說我們今天如果說一句真實在 我們沒有因為佛道 提供這個十二元規範 來跟我們教育 我們可能不知道 輪迴生死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這點要注意 所以這個無名就是什麼呢? 我們國人都會佛祖書的心理 所以為了個人的利益 都會爭出好的 爭出這個比較多 爭出比較悠的 所以人的這個因素 就是說都是由貪圖起來 這樣 都是由貪圖起來 這個我們大家都沒有了解 那麼這個行就是什麼呢? 行就是不合理的心理 因為有無名 因為我跟妳說這個十二流傳問 要叫做 我們現在這個無名 就是我們前禮拜跟我們說 這個小流傳問的這個行 那麼這個夾 夾就是這個行 這個行就是 這個行就是無名 夭壞行 行 無名行 這個行就是開始做 行就是做 因為有祖書的心理 然後做的 所做的事情 這個叫做恶業 這樣 所以這個行就是 因為沒有那個心理 所産性 國中的這個機制動作 這樣 譬如說 我們這個十億業中間 有說到這個三流傳 跟什麼 跟這個處理的屋口 基於忘言 兩切 這個就是第一 叫做心行 第二叫做靠行 所以心行叫做心虐 這個靠行叫做靠虐 都沒有想說 這樣說出來 有口德 沒有口德 你看這個 這個競選的機閃 你就看到這個中生 為了個人 要抵到動選 抹黑 毀謹 那個人 那個就是叫做靠虐 他都沒有一段 說靠虐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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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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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再來呢,因為憑理的人就有理性的作法 沒有憑理的人自然有無合理的行為 所以這個就行 所以這個問題,這個無憑就行 就是我們人貪親戚的心理 貪欲,親衛,無欺 那麼無欺就包括無憑,無憑家的貪欲 那麼無憑比較會親衅 所以這個無欺就是忠金塔 比較做一切,這個叫做行 聽好了嗎 但是這個問題還會說 無憑所憲在外面的各種嫌惡動作 所以這個嫌惡的動作叫做嫌惡 但是既然有無憑的嫌惡動作 第三就是嫌惡 這個嫌惡就是嫌惡動作 譬如說我們國人的這個動作 就有無憑作為心理 無憑的心理 還有那個真無正動的這個行為 這個叫做行 這個無憑的心理就說行 這個無憑上的這個動作比較嫌惡 但是我們現在做行 新的行為再做了 這個叫做繁文心 所以這個再放在政治上 這個叫做行 這樣 好 自從這個公明宗的這個如來本體 如旺白如驗動 所以這個 由本來的如來宗 還要靈立一個名 叫做阿乃亞色 阿乃亞色 阿乃亞色裡面就變成有 現性子和惡性子 這個色 現在注意聽 這點是和我們受惡性子 是直接在管理 比這個肅性體更加 更加落實了 那麼這個色就說 脂液色 就是我們人一生中所做的這個 國共善惡行為 由生到死 齁 你看我們一世人做多少個 這樣算就知道 撒倒營 臆膏 忌忌 妄言 兩世 這是惡性法做多少 我們自己可以多少算 算一些 不要說前生 就是金生 現在這個就是金生 說這個色的普遍 所以這個 因爲死 入力無欠 所以 種族的善惡性 都放在地背色中間 所以在地背色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種色 就是 裡面有種一切 人、度、中、所族的一切 所以那個叫做種色 那麼這個種色 特別是 單臺無一項因人性色 自然帶動 有一個力量去導臺 因爲這個種色裡面 另外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 有兩種的意思 一種叫做音 另一種叫做溫驕 另一種叫做溫驕 另外一種叫做溫驕 現在大家聽好嗎 種叫做溫驕 因為這個情志 這個總色中有總無量的經濟,這個經濟主人的行動 但是經濟有一種力量,就會因你去應貸收的這個報 譬如說這裡有貪的經濟,有親的經濟,有六種基本煩惱,二十種的事煩惱 和賢十一,我現在認知名償,你知道嗎? 那本威識論,威識學,你們有看就知道了 現在這就是有無量的這個賢惱兩種的經濟和這個賢經濟 所以這個賢經濟看到一項力量,放在第一順為你們 放在第一順為,所以現在這個經濟有因心的力量 幫你贏出 現在贏出的一個萬業的賢富,賢富的境 賢富的環境 譬如說這顆是賢經濟,可能把你贏入的五幾桌 明白嗎?這個叫做贏的東西 比較在五幾桌的那個金,那個叫做胳膊的境相伯 那麼如果這顆是秦經濟的威,就把你贏出的去地獄 明白嗎?這個叫做贏的東西 因心的力量 心就是心中 因心的這個力量,這個叫做贏的東西 比較在你負責的這個科普經 如果你這顆的經濟,是人感到的經濟 那現在用人感到的經濟來講 他現在,因為你裡面如果有五雄,還是五鐵 他就說有修五桌 現在五桌就分到上片、中片、下片 那麼他在五桌的這個經濟比較強 那麼他把你贏出人感到的 他就把你贏出人感到的 這個性裡面的這個經濟比較贏出人感到的 這樣聽到嗎? 我們現在,我們大家就是 我們國人的這個類型的經濟 就是這顆性第一順位 因負我們來人感到的 現在我們六桌前所看到這些人 都是這樣 現在就是專對這個來講 這樣來比較可以順那個來睡眠 那個叫做色 無明行色 所以這個性呢 對於那個叫做特別性 種性 所以於這個叫做人連 性色之後 自然帶動 翁姓的這個倒態的利用 受到應該有的這個報應 應該有的報應 所以我們人一生中 都是窩在胳膊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感到的因 看我們人一生的這個流程 沒有人生做怎麼 我們就知道過期我們怎麼 那個叫做感到的因 但是我們現在還要跟主委一點 就說我們現在如果主委 我們現在做什麼 我們就知道說 白日來我們會比什麼 那個叫做感到的因 譬如說一個人 你的行為上 怎麼會做到 你就知道這個人 將來必定在哪裡 這個很好 不是用財政的 這是一種主人的因果律 所以這個叫做 就能夠感應的 那麼既然這種性人 有這個經濟性 所以受到應該有的報應 所以在人中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做派 一點一點 絕對都不會去外面 了解嗎 所以他都吐在同色中 那麼這個名色是什麼 名色就是說無形的精子力量 就是那個什麼 那種形式 這個名色 現在來 這個是不是附起來 這個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正式 現在來 又變成名色 就是我們人死去 金星金星 這種顏色中 我們到這裡一段 一段 這個位到這裡 現在來 開始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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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顏色 顏色裡面 人死去 又變成中顏色 中顏色 中顏色是什麼 我現在告訴他 中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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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倒胎 變成中顏色 變成中顏色 那中顏色 那中顏色 譬如說 一個人這麼高 這樣來告訴他 他死去變成中顏色 中顏色 只剩下 四歲的小孩 這麼大 小孩這麼大 剛才在家裡 人家拜託 去那個棋 譬如說 人家做頭子 二七三七 在那裡 你叫人家拜託 這樣 那個叫做中顏色 有的人 第一個頭子之後 就去輪迴 去應對他 收的這個顏色 他的顏色 有的人是 兩禮拜 有的三禮拜 有的四禮拜 有的五禮拜 有的六禮拜 三次等於七禮拜 七十四十九天 那這個叫中顏體 這個叫中顏體 那是他的祖 他的祖地 會向前 給他辦一個發肥 體祖先 體這個譬如說 自己的老伯 還是自己的老母 譬如說 連著地獎經四館 幾七館 那麼地獎就帶他 就隨意帶去 倒胎人間 那如果說不可以做 相對等待 到四十九天 他應該會有的 幾道就起來了 還是粗性 那條羹就在那裡 了解 那個叫做中顏心 但是這個中顏心 譬如說你 要來出事這個人間道 現在 名色是怎麼說 這人命性 我告訴他 這人命性 這人命性 這兩句話 你們注意聽 齁 這兩句話 注意聽一下 這個就是要結成三位 成一體 那麼這個名字呢 就是說什麼呢 那個叫 名字 就是說無形的經濟 名字 無形的經濟 是結智中顏心的 那麼這個聖意 就是優形的物質 優形的物質 就是說 老伯跟老母的東西 老伯的東西 激起老母的來帶領 啊 現在這個就兩體 譬如說 負精 啊 現在 重點是說 無血 應該是母親的卵子 這樣 母親的卵子是這樣 現在這個 有一個細胞 現在直接放進去 男重的細胞 就是那個精 現在直接放進去 但是這樣不行 不能成形喔 一定還要在 中顏心投入 因為這個齁 這個裡面 這個已經變成中顏心了 這個 啊 這個名色 這個叫做中顏心 就是這個 色就是說 老母的兩項東西 父母的兩個 兩個 兩個 那個物質齁 無知 這個是有東西的嘛 這個大家知道齁 這有東西 跟中顏心 這樣跟三位 生育一體就好 這樣 啊 生育一體後呢 結了一塊 叫做皮胎 這塊啦 這塊肉 叫做皮胎 一點點開始齁 現在這個就是母親的東西跟父親的政堂 現在新民主義說政堂到政治要來裡面 政治要來裡面之後還在中營身一面 這個開始發展起來 這塊肉 比較先這塊肉 所以我跟你說 有新的重感就不能拿掉了 了解嗎 因為這個情形母胎會有一種反應 有的就要賭 賭得很厲害 應該這個母親都知道 賭得很厲害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 但是如果沒有中營身一面 只有這兩樣不會生態 了解嗎 只有那兩樣是不會生態 就一定要有中營身一面 那麼那個叫做明星 色就是不吃 名字就是中營身 這樣看有沒有 這個就這樣看就有了 那麼這個生有一個皮胎 那麼這個六針呢 六針呢 一個名字叫做六針 因為 皮胎來被母体來帝領 現在經過十個月 就慢慢會變成這樣 我看那邊的時候 看這個東西 跟人 抖那邊有一點 這些可はい inst Gore 你知道嗎 這些lighet有什麼 那些很成形 sod交給自己的知情 joy Typicosimosir 現在又慢慢 這種腰胎有一點 有的胎有這樣 因為我胎跟這個 那個雞娘、阿娘裡面 成胎的情形都是這樣 成胎的情形都是這樣 因為我有看過這種的切 最初生胎的時候都這樣 所以那個就是經過十多歲 慢慢慢慢生長 你看那個雞娘的生性 本來是有生性有2.5點就是脈手 那個一定要生生性 所以這個六結就是什麼 就是做胎後面有六斤 有肝、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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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膩、膩、膩 這樣完整起來 完整起來就是六斤 但是為什麼叫六結 因為六結會繫入 所以六結會繫入一個名字 所以六結會繫入一個名字 叫六結會繫入一個名字 六結會繫入一個名字 那麼經過十個月之後 十個月之後 十個月之後這個六結會繫入一個名字 那麼脾胎在母帶來的已經生性 生性之後必定要等生這樣 那麼等生這個等生 所以我還是會向醫生出生之後 朵朗高跟膩膩 在膩膩上後 一輩子大已經加回了 太多了,可能會死去 所以這個應該是 左三叔、三婆、 輔科醫生 這個無論如何 所以這個脾胎 跟這個殿舍,第一就是接觸那個氣 第二接觸這個境 所以這個脾 第一叫脾氣 第二就是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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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氣 第二就是脾氣 因為這個脾氣 就是這個脾氣 這個脾氣後 對這個台北的脾氣 譬如說他脾氣後 第二一定要咽舌 咽舌舌一定要吃這個 以前是都吃糖醉 現在台東唆舌要吃脾豆醉 對嗎 這樣說不定 你們做媽媽的應該是正確 現在都吃脾豆醉 吃脾豆醉 要慢慢就吃這個 牛奶 牛奶來就吃這個麻 吃這個五個味道 這樣叫做脾氣 又很大地的境,又促進。 這樣。 那麼促進呢,現在來的會記者。 現在漸漸大起來,孩子會愛那個玩具。 愛玩具後,就覺得這個東西好,這個東西壞。 就有的要去玩耍。 以前的孩子都沒有玩具,都去玩耍。 現在玩耍後,他就開心。 不在這個陰食中,他如果喜歡吃,他就吃。 不喜歡吃,他就不吃。 不喜歡吃,就譬如說,這個東西他就不喜歡吃。 他就叫做劇。 如果是要吃,他就吃不餓,就不喜歡吃。 所以這個情形就是這個促進的動感。 這個比較坦承一個叫修,修有順修。 跟修有順修。 環境好跟環境壞就對了。 這是在這裡。 修就是有順修跟修有順修。 那麼這個順修、極修,這個中間,這個就是什麼呢? 是前因和修有順修,這個叫修有順修。 所以人生在這個世間的中間, 怎樣用? 有的國人,他們是前因的這個叫修有順修。 他所產生就是有的是富貴、賓戶。 有的富貴、賓戶就是這個業績中的這個經濟, 所形成出來。 經生的這個隔境。 這個叫做隔到經。 他所產生的這個隔膊, 跟環境這樣。 所以環境跟隔膊, 有的他高興,有的不高興。 這個就是由這個經濟性所變出來。 所以叫修有好。 怎樣說呢? 這個就另外一個說法。 譬如說,他這個是人間隔的經濟, 這樣來講。 這樣他就變成人道。 變成人道出來。 在人道中,他已經變出來。 這個經濟裡面有這個修有因果。 這個經濟裡面, 這個是人道的主體經濟。 但是現在他就一生中, 人道主先。 他這個明雲經常。 明雲的經常都是保隆性的。 跟人士去有些金管,有些金家。 那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他一生明雲的經過。 有苦境、有順境、有極境。 有的是順境比較多,苦境比較少。 有的人是苦境比較多,順境比較少。 這個就是他用他收的這個胳膊。 叫做順收、極收。 跟他順這個明雲。 因為這個經濟的外圍, 有一生明雲的經濟。 所以一生明雲的經濟比較普遍, 從生到病。 跟死的了解,這個明雲有的變化。 有的人, 一年一年, 半個月去便宿。 那就是極境。 有的人是死人很安和過節, 很順過節。 他出事後不用賺錢, 他老邊就寬一大堆給他。 對齁? 沒辦法他的名字就這樣。 他老邊欠他。 所以沒看出來,等他不行。 有的人是出事後, 他老邊、老部看一大堆給他。 但是他出事就給他破了。 有沒有? 客人沒有, 老婆也死了。 老婆也死了, 客人死了之後。 這樣了解齁? 那就是他的名雲。 就是英格中所百歲的名。 有的人出事, 一月、兩月、三月、四月就死。 一月、兩月、十月、四月都死。 那個就是, 醫生剛才應該走到那裏死。 齁。 這個就是他的環境中的順受到極受。 但是呢, 客人一點就說, 你若是順受, 就貪愛, 就愛。 齁。 那若是極受呢? 你就代替, 不滿現實這樣。 這樣了解。 因為我們人就是這樣, 順境兩種境, 不然是平平嘛。 現在順境你就如愛, 如要占優。 齁。 那若是如要貪戳就對了。 所以這個愛戳優, 這個就是貪陰。 這個就是貪陰。 這個就是現在, 這個叫做金星陰。 這樣。 這樣。 了解齁? 現在你會做了, 直接做了。 直接做了。 做到這個, 因為愛比較會貪, 不然愛你就不會貪。 所以但是反覆, 因為祖書心都會貪愛, 會忘貪。 這樣。 這個貪愛, 就是我們人那個, 那個貪陣市中的第一種。 這個叫做貪愛, 然後這個叫做夢恕。 齁。 有得不得都要愛就對了。 有理不理都要愛這樣。 就設計嘛。 設計就一定要做到這樣。 齁。 這點是一個水平這樣。 這點注意, 因為我們國人對這個問題要小心一下。 我們知道嗎? 所以因為, 譬如說齁。 但是我現在再跟祖書說一下齁。 因為貪愛, 自然有追求的心, 就忘了這樣。 那麼會產生情處的行為。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這種行為齁, 就對對來。 就是含前世有相關。 含前世有相關, 因為他帶著一些業績。 我說業績聽到嗎? 齁。 就是帶著一些他的前世的這個作業。 所以這個初中, 就是頂於政世中的這個因裡面, 有頂流。 頂流就是說, 他過去的業績, 裡面有什麼樣的情緒? 他現在還在出現離人感度, 那種, 那種當中的這個行為。 這個叫做頂流。 譬如說, 你現在有那些受傷。 你現在後出事又受傷了。 那你如果是過去時要念酒, 我告訴你, 那個酒櫃的濕氣有怎麼沒什麼? 金星出事還是要念酒? 聽到沒有? 那你過去就要拔腳。 你金星沒有拔腳, 就不會過夜。 我不騙你。 你聽到沒有? 那個叫做頂流。 有的人出事就喝了。 聽到沒有? 十七八歲, 十五六歲就開始喝了。 齁。 那麽有的人過去就很減灘, 在幾度上來。 幾度上來, 他就有冰宮堡, 冰宮堡就是減灘堡。 那減灘堡就是, 他比較減就減灘堡, 那減灘堡, 那減灘堡就是減灘堡, 那減灘堡。 那減灘堡就是減灘堡, 那減灘堡。 你知道嗎? 但是現在減灘堡, 那個減灘堡, 他就在, 吼, 造生新的夹因。 造生新的夹因, 這個夹因, 再放在中性裡。 這個叫做減灘堡。 減灘堡。 減灘堡後, 再減灘堡。 減灘堡是怎樣? 生死了呢? 因為他在夢出。 夢出他就叫第三處。 未來, 未來的生命都出來了 因為這個愛、處、幼 這個幼就是結構頭前 這個處就是結構形 這樣看不見 有齁 形 這個夢處就是那個毛病 那個愛就是結構那個毛病 毛病起心的愛 夢處就是形 那麼這個幼就是結構形 這樣看不見 有齁 那邊流傳看不見 有齁 有就好 不要鼓掌 要求好 所以精神精神一定要注重這三項 因為這個精神因 現在這個精神有濃素 精神跟濃素就是什麼呢 不同的休克 來世克 不同的來世克 因為人 因為這樣 然後再來繼續 繼續不同的精神 跟不同的老和死 所以這段牌起來齁 就是前世音 金神過 金神因 還有來世克 這樣 那當然這些出法齁 一定要對十元去出法 一定要對 所以現在這本經典來這裡說這樣 說無名哪當 無名哪當 無名哪當 不然 不然 無名哪當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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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然 要什麼 黑專地 由黑專地 這個就是精神 跟我們講的 那些流專門 生 為 換別文 不然是由地來破性 地破性 地 比較可以破不然 這樣 今天這中生如果沒有地位 我告訴你不可以破不然 絕對不是因為地色可以破不然 因為地色的人 如何造業 你要記這句話 反乎就是地色 地色分子 這個造業會比較嚴重 因為五國五民很多,有國有民 這句話你們聽聽嗎? 因為地績分數譬如說他要五國 他屬於心情黨五國 既然有五國就有五民 所以一世為官百世萬 問題都出在這裡 還有一點,人若有錢又要做 聽嗎? 若有錢又要做 這是這個 做到這裡都輕大一點 所以一個人的福報 我告訴你,福報費 福報費 福報不是賣 福報不是賣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明理 要明就要以法政策中的政権 這點一定要這樣 要有政権,一定要文法 文字來政権 不是只聽話就好 一定要文字來政権 文政権 這個叫做文分式 比較會產生貴婦 如果沒有文字來政権 你不會產生貴婦 我怎麼讓你穿基隆 落在選権裡面 1億而已 因為一般人說行善 但是選得非善 我的說明 選得非善 因為會造成未來三四億 你們去這幾個月先記得 我連這幾個 旁邊說得對 沒有 旁邊說得對 旁邊說得對 所以現在一定要有這樣 所以 你如果可以 斷無名 你就不會黑白做 這樣 我告訴你 我們大家 不小心去做就可以了 要求你們 做我不敢 共識就不敢 你覺得做得不對 不敢 對不對 我們的謹慎 因為我們 做不就是 害自己退落 但是 我們不小心 有哪些 不小心 那些重點是無意的 那些參謀的政党 那些政党 現在 你如果沒有黑白做 我們這個 業績就沒有東西 對嗎 對嗎 業績沒有東西 將來死去就解決 生為了反途 所以業績沒有中心 不小心 你就不會去找五元的南路 來出事 對嗎 就不會生為三為一體 現在既然沒有兵器 當然就沒有那個東西來變成六斤 你就不會去找哪些六斤 聽到嗎 現在如果沒有六斤 你就不會跟太太接觸 就沒有六斤了 要再接觸什麼 因為這個跟太太接觸 這是倫鑽的這個夾佈地 夾佈境 所以你不會跟太太接觸 當然就沒有各種的這個順受和激受 齁 謝純用的這樣是真順 沒有順受和激受 你就不會貪愛了 沒有貪愛 你就不會夢出 沒有夢出 你從主權前就沒有生意 替佑的生意 沒有生意 沒有生意 你就不會未來的生 減流數 因為你就沒有生意 就沒有出來了 就已經沒有出事了 就是種主權 種那個主權 叫阿羅漢和提起佛 當然你就沒有生 沒有農數 所以這個維格就回來 我們現在都已經有生了 我們這四人有農數 這四人已經生了 就有農數了 但是有農數 你如果不要農數 這樣阿羅漢又說回來 你如果不要老到四人 後悔了 那麼你不要出事 沒有出事就沒有農數 但是你今生不來出事 就要過期無欲 最有的作欲 你如果要無欲 就不要農數 聽到嗎 沒有農數 你就是不要貪愛 你如果沒有貪愛 就沒有貪愛 但是沒有貪愛 為什麼要貪愛 因為這個境內 就有順受和極受 所以你如果沒有順受極受 你就沒有貪愛 但是沒有順受極受 最後你不要來台地接觸 不要跟台地接觸 你如果不愛來跟台地接觸 你就最後不要有六斤 聽到嗎 六斤就是六斤 因為六斤會接觸 六斤 那你如果不愛六斤 你最後不要有名聲 名聲就是要吃皮胎 皮胎跟全是六斤的 你如果不愛有名聲 你最後 就是你人的阿奶阿熙 來裏 highest善惡性贅 這樣 阿奶阿熙 你那些善惡性贅 你阿奶阿熙 沒有愛的一切性贅 你不要黑白做 聽不懂,你金聲金色就不能再黑白做了 你若不要黑白做,你一定要先轉無名 所以你今天這個重點是一定要有禮 禮你就能轉無名 你若沒有禮就要轉無名 沒有資料都會轉無名 所以警察、警察就對無名先轉 無名如果轉你就不會黑白做 沒有黑白做,你的經濟要怎樣 你就沒有經濟 沒有經濟就不會來轉為找南路 去倒台 當然會面所有的 都說沒有 所以告別,你政主政的就是熱門 阿熱門 已經政主政就是阿熱門 你按照十二元去法 十二元去法 就是姓氣之佛的秘書 這樣 這樣叫做解脫 這個月這樣開了 三世一切夫在那些道中心都教這樣說 所以要注意一下 問法 就問費 別注意這點 一定有問費就對了 但是一定要問政法 問解脫法 問費 但是一定不能說我問要輸 輸就要輸費 再輸之後要收 收就有收費 這個收費就是價值 你如果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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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費 你參選政權 那麼 由收費 比較參選 這個政權 比較參選 大家可以按照 負責十二元去法 收 各個改靈改靈 明日正好 好 我們知道 農中的改靈